接下来的周围我期待很久呢 黄雨萱 白天在医院里担任眼科医生 晚上则是在电脑前创新研发的开发者 2015年带领School Plus团队打造超越AR VR 视觉显微镜可以看见最细微鲜明的世界 并应用在白内障的手术上 击败群雄夺得UIST人机互动 与使用者见面设计国际会议的大奖 那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黄雨萱 为我们带来的扩增实境手术训练系统的开发之路 好 谢谢主持人介绍 也很高兴间很荣幸有机会站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开发过程 那第一次来这个会议人数非常的多 所以就是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 好 那所以今天的时间其实也是蛮有限 所以我就不会讲太多跟技术 detail有关的东西 那主要的目的间就是在讲这个整个开发过程 那希望说这个一些经验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人 或许可以有机会来一起来研发一些跟医疗相关的题目这样 好 那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就是因为今天的听众是很多元 就是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是在座跟VR或AR相关的开发的 可以先几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吗 有没有 我完全都没有啊 好 干嘛 OK 好 那这样就更好 就是我会因为今天的这个场合比较特殊 所以会从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跟大家做个介绍 让大家不会说完全听不懂这样子 好 那首先还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眼科医师 然后我目前也是在台大攻读这个咨询工程的博士班这样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主要是有两个比较大的计划 一个是2015年的开始的Skull Plus 就是刚刚讲的做一个扩增实镜的显微镜的计划 那第二个就是之后延续这个计划在做的一个叫CATAR的 一个百内脏手术的训练系统也是应用AR的技术 那相关的资讯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这个Skull.plus上面会有一些内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首先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当医生不好嘛 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子 那实际上大家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那这个其实是要溯及到一个很遥远的时候 就是五位田园首歌叫做 有些事现在不做 一辈子都不会做 那所以当时是我这个五年级的时候 那不是研毙哦 我们医学校念七年 所以这五年级的时候 就跟同学啊 这个同学把我拉下海说 我们去参加个比赛好不好 我说好啊 我们试试看 然后就去参加这个比赛 这是我们第一次开始跟资讯相关的一些接触 的比赛的接触 那这上面其实有个亮点 就是我拿的手机呢 其实是神器叫Nokia 3310 那隔年呢 就是2003年 这个可能大家也许有看过这个比赛 叫做Mobile Hero 目前还在举办 那当年2003年是第一届办的时候 那我们也后来再去参赛 也很荣幸的我们获得冠军这样子 那所以大家就很好奇说 我站在这边嘛 那我同学到哪去 就是他应该是跨得比我更凶嘛 对不对 那所以大家看这个圈圈猜想一下 他现在人呢 是在Google DeepMind 所以他毕业后就完全没有当医生 就直接出国 然后现在在Google DeepMind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神人这样 那我的部分呢 我后来就没有那么神 我就继续当医生 所以我在后来是在台大医院服务 那2009年开始 因为我们医院需要做一些电子病例相关的无纸化的服务 所以就跟厂商合作 那我去试着去建立一套整个医院里面 在眼科的系统 那把所有的这些检查设备 大概有13种以上的设备 全部拉上我们的Main Path 就是我们的医疗影像系统 然后做成一个无纸化 所以这是算是我第一次开始介入到这个医疗的部分 去做一个真正比较大型的系统的一个开端 那在这过程中就发现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当我在跟厂商 因为我不可能自己做嘛 还是要发包给厂商去执行 所以我在跟厂商沟通的时候 发现医疗业的应用 其实不是技术做不到 而是说我们在互相在沟通 跟了解彼此的需求的时候 是非常困难 就像在讲两种不同的语言一样 那不只是语言 而且逻辑方面我们在思考的东西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就像我刚开始去念资讯工程的时候 其实也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就是有些东西跟我原来的想法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我大概也花了半年的时间 才慢慢把我的心态调整过来 可以互相的融合在一起 所以除了说我很难去沟通之外 第二是说需求在哪边 在医疗方面的需求 其实是很不容易被清楚的定义出来的 那这个在其他领域其实也是差不多 但是医疗的部分有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比较难去找到说真正的需求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难的意思是说 因为它跟你想的一定会不一样 尤其是以工程背景的人来说 如果是工程师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跟你想的一定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医疗实在是一个比较难去接触到的一个领域 那第二个更大的问题是说 就是连我们自己医生自己 我也不见得知道说 到底我的需求是什么 我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天马行空想象 但是在医疗上真正能够帮助到我的东西是什么 我不见得那么清楚了解到 那所以这样就造成说 这件事情就会更加的困难 那这个就是在自我介绍说 我到底为什么会从一个医疗的身份 然后跨入到资讯工程的这个领域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其实我不是希望说 我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很厉害开发者 我再怎么样也比不下台下在座各位厉害 那而是希望说 我可以当个算是翻译官 让两边的需求跟语言可以被彼此听懂 然后让医疗可以再提升到一个更好的层次这样 好 那第二个就是第二个introduction在讲说 所以我要做的东西是一个白内障手术的训练系统 但大家可能也不是很清楚什么是白内障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大家知道老人家可能会拿白内障 但是白内障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流行病学的问题 因为目前世界上大概有超过一半 51%的人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白内障手术 而导致失明 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可以接受手术的话 其实他们是可以重建光明的 那这些人数总共有大概2000万人这么多 而且不见得是老人家 像这个图上这个是小朋友 他的瞳孔里面是白色的白内障的问题 好 所以 为什么他们没办法接受手术 一方面因为可能一些落后国家的资源不足 那二方面就是这些地方 没有办法去训练够好的医生 没有这样的技术来做这样的手术 好 所以接下来就说 那所以到底什么是白内障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眼睛的解剖图 那眼睛其实跟相机非常相似 前面有一个镜头有镜片 一个透镜 然后后面是像底片一样的视网膜去成像这样子 所以这个水晶体呢 它就是负责做调节聚焦的功能 它大小大概就是只有8mm x 4mm的厚度 那更重要的是它外面有包一层很薄很薄的薄膜 大概是2到28mm这样的厚度 大概就是头发的五分之一左右的厚度的一个薄膜 把它包起来 那这个很重要 待会会讲 那这个水晶体呢就是负责把光线聚焦后 投影到视网膜上 如果很好的水晶体它是透明的话 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影像 所以随着年纪的增加 这个水晶体呢慢慢会变得比较浑浊 变成像这样黄和色的 所以光线就被阻挡住 那就造成说你视力会受损下降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内障 那所以白内障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一下 就是说今天假设我们有一个鲑鱼罐头在这边 那大家肚子很饿 我想要吃这个鲑鱼罐头 那我该怎么做 大家想一下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处理这个白内障的话 其实问题跟这个是很像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罐头 这个罐头就是水晶体 那外面这个铝罐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个厚度很薄的 一层薄膜 它不像鱼罐这么的硬 它是一个薄膜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吃的话 当然很简单 其实把它打开就好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它打开 才有办法吃到里面的鱼肉 那回到我们的手术中 就是首先我们也是一样 把这个水晶体上面 要先打开一个洞 先把它撕出一个圆圈的洞 就像罐头一样 那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用这个 是所谓超音波的机器 进去把里面的这些 已经浑浊的水晶体震碎 之后把它吸出来 就像我们在吃那个 鱼罐头的内容一样 那最后 都弄干净之后呢 为什么这个袋子很重要 因为我们最后呢 还是需要一个水晶体 一个新的人工水晶体来聚焦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袋子留下来 完整地留下来之后 再把这个人工水晶体呢 一个压克力做的东西 放进去 让它回到一个原来的位置 这样子我们的眼睛才能够一样的看到 看清楚东西 所以这就是一个白眼障手术的 简单说起来的过程是这样 那大家觉得说 打开罐头吃掉尾 听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嘛 对不对 那其实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刚刚提到 这罐子是不能破的 罐子一旦破了 我就没定要放水晶体了 所以罐子破手术就失败 第二个就是罐子是透明的 这个薄膜它是透明的 所以其实是很难去看到 这个薄膜在什么地方 而且因为它很薄又透明 所以我们碰到的时候 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感觉 不像我们其他的手术 我如果碰到东西 我会知道我已经碰到 我应该要停下来 但是这个手术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都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这个机会 如果一旦把它搞砸了 后面大概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那我们现在用电脑3D动画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 这个比较不是那么可怕 不过也蛮拟针的 就是刚刚看到的水晶体的表面 就是有一层这样子的薄膜 包覆全部的 这是经过染色 所以看得比较清楚 实际上是透明的 那就是要经过一个很小的伤口 大概两公里左右伤口 我们用一个器械 一个镊子把它撕开来 然后慢慢地去绕成一个圆圈 最后形成一个漂亮的圆形 这样才能够做进行后面的动作 所以这是大概的看到的样子 这是从显微镜中看到的样子 但是从外面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应该不会很可怕吧 就是真实的手术侧拍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看到 里面看起来好像动得很 但是其实外面的手 几乎没有什么在动 那动的幅度是相当相当小 在millimeter以下 所以你要用现在所有的 市面上的任何的设备去追踪这样的动作 基本上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好 那所以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希望能够采用一个叫做扩真实镜的做法 那这边我们也很快速讲一下 扩真实镜 因为大家刚刚调查一下 可能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真实 一个是虚拟这样的一个轴向 所以在这两个维度中间 有很多的可能性是两个会混合在一起的 所以当这个混合的程度 比较靠近真实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 Augmented Reality 所以大家都知道 最红的就是Pokemon 那它是大部分都是真实的 看到都是相机拍到的画面 那只有里面的一个图案是假的虚拟的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也有可能是 大部分是虚拟 但是只有一点点是真的 那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也已经在生活中很常会看到 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到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新闻 很多的新闻都是在虚拟摄影棚里面所拍摄 所以除了主播之外 其他东西都是假的 那在这个里面中间的 所有的一些混合的程度 都叫做Mixed Reality 就是我们讲的MR 所以扩张实境的技术上 大概分成两大个种类 大家最常会了解到就是HoloLens 直接带上去 我可以看到这个真实世界 可以看到一些虚拟的影像投影在上面 那所以这种技术叫做 Optical See-Through的方法 就是我直接用光学式的穿透 我看到眼睛看到就是真实的世界 那它的好处就是 它的看到的东西是非常的漂亮 因为就真实的 但是坏处就是说 它会有一些Misalignment的问题 就是像这个是 不会动 好 这个是我们在手术上 这就是真实手术的画面了 所以你看 刚刚看染色之后是很清楚 但现在实际上透明了 几乎看不到在哪里 那这个圆圆的东西就是 我们真实手术上会用到的导航系统 它就是使用Optical See-Through的方式来做 那会发现什么问题 就是眼睛在动 但是这个指标动的速度永远慢一拍 永远慢一拍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对我们的手术医生在讲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困扰 反而会干扰到我们的手术进行 那这在Optical See-Through里面 是一个很困难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像这样子 我戴了一个头戴式显示器 但是结果我前面又用了一个相机 去看真实的世界 好像有点像脱裤子放屁这样 不过这种方式的做法就是说 它可以把两个影像 结合在一起 对好之后再送给你看 所以它就不会有刚刚讲的 这个missalignment的问题 但是它整体上会有一个latency 有一个延迟 但是这延迟如果控制得宜的话 其实大家是不太容易感觉出来的 好 那所以在医疗方面 如果去导入这样子的一个MR 或的AR的技术 其实我们要去思考就是 到底真正的痛点在什么地方 就是需求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很容易想象的是说 这样子在开到的时候 半空中服一个这个 不管是CT MRI也好 就是一些影像系统 让医师可以对着看 这样子好像是一个很不错很酷的应用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是医师 你就会知道说 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已经这么紧急 我还需要去看个东西 我才能够再来做手术的话 那这病人应该是蛮惨的 所以这种东西对医疗来讲 它是nice to have 就是我有的话还不错 但是我不可能只靠这样的技术 才能够去进行我的手术 所以就不是那么的刚需的一个东西 那什么叫做必须呢 就是像这样子 如果说应用在一个骨科手术中 我必须要知道现在的角度 现在骨头到什么位置 然后我能够利用一个很好的导航系统 明确地告诉我 从什么地方下去角度才会是正确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must have的一个东西 就是过去没有这样的技术的话 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准确 但是现在有这技术的话 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或是品质更稳定 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在我们的板印象手术来讲的话 过去其实有一些这种VR的方法来做练习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拿着一个控制器 它长得比较不像真实的手术器械 所以这样的训练方式 可以让你熟悉这个手术 但是它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很正确的手感 所以它是一个nice to have的东西 那真正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是 我能不能够拿着真实的器械去练习 那练完之后 这个东西就是我真正上战场的时候用的工具 那就是我们真的must have的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痛点的地方 所以我的这个开发研究 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开发系统 运用AR的技术 让你可以拿着真实的手术器械去操作 那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就可以完全无痛地转移到真实的手术之中 好 那接下来就是introduction讲完了 我们就开始讲 真正这个开发制度 可能比较有趣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子 所以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开始 就是我们我在念博士班嘛 所以就会meeting 时间是meeting 老师突然间有一天就说 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个比赛啊 那个时候是2015年3月16号 那这个比赛是Seagraph 就是世界最大的电脑图学会议 所举办的AR VR的contest 是第二届 就算是全球式的大赛这样子 那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 也没有去看过相关的一些讯息 但是我就想说反正老师说嘛 我就说好啊那去参加嘛 但是这时候还是心里警觉一下说 问一下那Dayline是什么时候啊 那老师说不确定给你查一下 老师都不知道嘛 很正常 那我就查一下 老师我查到了 Dayline是3月31号 老师说很好加油 好 所以那个时候是3月16号 3月16号 那这时候 就是我的标题其实有用一个 引用一个这个梗 就是说那个Dunker Dunker的撤退行动 就是要从这边测跃到这边嘛 那他总共花了9天的时间 那对于我来讲 其实这就算是一个这样的战役 只是这边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那另外一边是让它变成没有问题 那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们用了三个不同的角度 陆军海军空军去看 在这时间轴上的一个差异 那我同样以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来看说在开发过程中 用什么样不同的速度 去达到一个不一样的目标 是怎么样的做法 所以首先 我们没有飞机 所以没办法一个小时就到 但是我们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那时候看起来是大概十天左右嘛 还有十天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叫做 Proof of Concept 我现在证明这件事情是可以执行的 而且 因为这比赛它的参加方式是 投一个影片出去 那让评审看影片 所以其实没有人知道 你那个影片是不是真的 当然这是可以fake 但是你万一头上了呢 你是要去现场demo的 所以你如果头上了却做不出来 那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也不能乱搞这样子 所以第一步呢 当然我们还是要先想个题目嘛 所以先题目是很重要 好的题目是成功一半 就是找一个大家评审 比较有兴趣的题目 那对我来讲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手术训练系统 但在这之前呢 我们必须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 platform的一个平台 是能够提供我们在显微镜下面 开刀的时候呢 是有AR这样的一个支援的 所以就希望说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AR的microscope好了 那它可能也可以用在其他的方面 那第二步就是 我们开始找外部资源 因为我们只剩下十天的时间 不可能全部的东西自己做 所以这时候很赶快想办法去找一下 就发现我们这个 这个资工所的对面就是应力所 有一位很厉害的老师叫江宏仁教授 他做了很多算是 开源的一些科学仪器设备 如果大家先去看一下 反正他做了很多设备 其中有一个是3D电影机 我就说这很好 我们需要用这东西 赶快去跟他借 他也很乐意借我们就把它扛回来 所以就开始 很快地得到一个好的东西 然后再来 我们就要找几个不怕死 那时候是下学期 所以说二下就在拼毕业 没有空理我 所以受益下还搞不清楚状况 比较不怕死 就赶快把它找过来 好 所以这时候已经3月20号了 我们已经花了几天时间在想题目 然后找资源 然后赶快开个会 然后黑板上随便画一画 这样我们要做这些东西 把它做出来这样子 好 那但大家其实还不是很了解 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接下来第四步呢 大家会做什么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先成一个比赛翻再说 我先凝聚向心力这样子 所以名字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让大家激励一下士气 所以我们就取个名叫做 倒数2004小时疯狂曝光计划之前进LA 因为它这个比赛是在LA demo 所以其实对志工系来讲 能够去LA这个Second Bay这边 其实都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计划 那开始就在那个 我在看门诊的时候 有空档赶快画画设计图 3月23号 3月24号 开始一直不断地改设计图 然后25号Prototype已经做出来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已经可以work 然后对我来讲 就比较辛苦 就是我每次门诊完 大概都要赶去实验室 然后可能一待就待到半夜三四点 再回去 跟人在上班这样 所以3月26号的时候 其实这个Prototype已经大概成型 我们已经可以work了 可以至少各个东西串得起来 然后影像可以出来 大概是长这样子 那这时候其实差不多要收尾 因为3月27号到31号 大概剩下三四天的时间 我们开始应该要拍影片 做最后的收尾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上天还是眷顾我们的 就是突然间收到一个消息 说这个比赛延期了 很幸运啦 但是其实我们也准备差不多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说 那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下一个阶段就开始进入到 它大概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下一个一个月的时间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是 真正可以working的Prototype 因为到时候还是要去demo的 所以我们不希望做出来的东西是我们最后没有能力做到的 那中间看到过程就先不讲 我们就是讲说 那最后我们就是开始拍影片 然后拍影片很重要 所以因为这是看影片来评审的 所以我们就借了很多 像这是台大医院实验室的场景 还有我们的诊所的场景等等的去拍摄 那这时间我们也把整个硬体都做得更完善 像甚至这个是真的显微镜的脚踏板 我们就复制了一份一模一样的dimension的脚踏板 但是用在我们系统里面的 好 那最后dayline终究还是会来 所以一样我们还是拼到了当天凌晨6点59 5点59分 然后上传完之后我们才可以休息喘一口气这样 最后我们还是把它赶出来 所以我们就做出了这个叫做Skull Plus的一个 具有立体视觉 其实是世界上第一个 具有立体视觉的一个Video See-through的AR Microscope 这样的一个系统 好 那所以刚刚在休息时间其实有放那个影片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哎呦 不会动了 好 没关系影片的部分因为时间比较长 所以大家可以上我们那个网站去看 有完整的影片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边给大家看就是我们真的到当时去demo的时候 所给大家看到的东西 就真的操作的时候看到东西 那我们使用了一个像蝴蝶这样子的一个标本 那可以在AR的显微镜下去展开一些虚拟的这个选单Menu 用颜色侦测的方式 但颜色其实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后来也做了一个是你什么都不用拿 你就用手指去触碰这些feature 那你就可以展开像看到电子显微镜的画面 或者是看到一个影片的画面这样子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在看显微镜的时候 没办法同时被看到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实现出来 那最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还做了一些小小的魔法 就是你在观察很专心在看蝴蝶的时候 它可能会突然间起死回忍就飞起来 这个feature是当时去参展的时候老外最喜欢的 他们就会哇哇怎么会这样 然后开始看那个蝴蝶是不是真的复活这样 所以这个都是利用一些就是影像的技术去做定位 然后来把它做贴图做出来的 那这是其中一个应用 第二个应用呢在电子零件方面 其实我们也觉得是有很不错的应用价值 像过去大家如果曾经组装过电路板的话 就会知道说在电路板上要放这些零件 你必须看电路图然后去查询 其实有点麻烦 那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到说 今天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影片上 只有板子是真的 其他的所有零件都是virtual都是假的 是我们贴上去的 但是你在拿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它在上面正确的位置 所以你就再也不需要电路图 你就直接拿了一样的零件放上去就可以了 那甚至我们也思考说 在这个过程中要去安装它 如果被虚拟物件挡住 其实是不太方便的 所以我们也去设计像这样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界面 我如果靠近的时候它会消失掉 那放完再去检查说你这个东西放上去之后是不是正确 如果我今天放一个LED在这边放完正确它会给你一些提醒 像这样子的一些做法 那最后就是我们还是会提到说 在手术中的应用其实有它的可能性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说如果在这个眼睛内我要去撕一个膜的时候 我们过去是靠自己的直觉去看这圆圈在什么地方 要私人多元 那现在的做法就是我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AR的方式 把这个圆圈直接投影在模型上面 你就follow这个圈圈就可以做完这件事情了 所以刚刚看到说在Optical C2的方式下会有很明显的错位的现象 但是在我们的技术中就不会有这个错位的问题 比较不会受到干扰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最后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真的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完整的做出来 而且是可以被大家现场玩弄操弄不会坏掉的 所以我们后来去参加LA比赛的时候就很幸运 我们虽然没有得到最后的名字 但是我们是在全部大概80对国家里面 我们得到全10名 然后而且受邀到现场去做参展 那接下来我们又再去参加另外一个 也是世界上算是人机界面最大的两个Conference之一 的EWIS的会议 那我们也拿下了台湾的第一座Best Demo在这个地方 那现场的外国来宾也是觉得非常的有趣 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应用下他们是从来没有去想过的 好 所以这个部分就大概把ScopePlus这边大概简单的交代了一下 我们完成了第一个部分 但是接下来还是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真的我们希望它还是要往手术的训练系统方面去进行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要去思考 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好的User Study 那大家如果曾经有在做一些跟Kai方面 就人机界面相关的一些研究的话 可能会知道User Study是非常重要的 但大部分在资源工程领域 我们收的案子的这个使用者大概都不会太多 可能10个到20个之间的一些人数就可以做完了 但是对医学来讲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可以达成 所以我们后来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系统做一个加强 就提出刚刚讲的第二套系统 在原本的架构下再加入了一个追踪系统 因为刚刚的做法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 但是我不知道你做得好不好 所以你今天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也不能给你任何的feedback 所以我如果希望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追踪系统 我能够去追踪你的这个 去追踪这个操作的过程中 你的这个器械是怎么动的 那是不是有follow我们给你的guidline去做 去做分析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在第二套系统中 加进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 同时我们也为了让视觉品质更好 所以把两只眼睛都换成4K的屏幕去做 现在大家的目前在用的hand mount display 大概都是2K 2K这样 但其实真的要到更好 大概要到8K 8K 那我们是到中间就是4K 4K这样去做 那另外就是除了一般的这种棒状的器械之外 我们加入更重要是刚刚有看到影片中 在夹在撕的那个镊子 那它更困难是因为它多了一个自由度 是我还可以知道怎么开合的 所以变成是7 degree of freedom 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加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在操作的同时 后方这个画面是 使用者看到的 具有立体视觉的AR画面 那前面这个是及时的3D的影像 这其实是同步的 所以使用者看到的是这样子 那我们如果是老师在教导这个学员的时候 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 他立体视觉的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的动作是不是正确 这在过去的教学上是做不到的 那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的这种练习模式 让他们可以从最简单的手术器械的操作 然后到进阶的一些技巧 慢慢的逐步去训练 然后去熟悉这个器械的使用 那像这个就是在 我们会在里面生成一些Virtual的球 然后在不同的深度 所以它必须要有很好的手眼协调能力 它也要有很好的操作器械的能力 才能够把这个尖端去精确的碰到这个球的位置 让它消失掉 那在更进一步呢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很圆顺的去转这个器械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圆圈在里面 希望它可以用尖端去follow这个圆圈 然后发现其实这个圆圈画出来的结果是很不圆的 其实很多就算是资深的医生来试用 也会很惊讶发现 原来这个圆圈其实是真的这么不好画 因为过去在画的时候你从来不知道自己画怎么样 今天把它摊出来给你看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我画的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好 那再来就是更进一步就是 好我们已经会有基本的能力 那接下来就是我必须要去练习使用这个镊子 刚刚讲的第七个degree of freedom 去抓这个球 然后把它抓到指定的位置让它消失掉 那这是为了我们最后的一个综合练习 就是刚刚所提到那个开罐头的部分 所以我们没办法 我们在这个时间内还没办法做到像刚刚看到 那么漂亮的一个rendered的效果 但是我们可以把整个动作的精神抓出来 就是我必须知道你在哪边抓到这个膜 然后沿什么样的路线到哪里停止 去练习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还做了一个是以前 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就是 在这个伤口的边缘 大家看到两个小小的白色的球 这是一个detector 就是我会知道说你的器械 是不是有去碰到伤口的边缘 这在过去的系统里面是做不到的 所以从来也就没有人办法有去知道说 到底我在手术过程中对这个伤口的伤害 到底是多还是少 但是现在在我们系统中就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量化 而且在操作的时候就提醒你说 你现在这样做法有点伤害到这个伤口了 可能最后的复原会不太好等等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套系统到目前为止的整个的一个成果 大概就做到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整个手术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些技巧的方式 都整合起来 那这个部分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那真正难的地方是接下来我要讲到 就是在当你有兴趣要做跟医学可能有一些相关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叫做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效 Validity 这个效度的部分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效度 是一个叫做建构效度的一种认证的方式 那这个意思是说你的这样的设备 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去侦测说你所要侦测的这些东西的差异 在我们的系统上来讲 就是说今天如果我是要训练你的技术 那我的系统是不是能够真实地去呈现不同的技术的人 所操作出来的差异 那如果说可以的话才真的是有效 不然所有的人操作起来都一样烂的话 那等于这是乱做 就是故意的提高难度这样 所以我们的User Study 其实是不太容易做 我们找了全部都是跟眼科相关的医生或者是从业人员 我们找了12位是完全没有手术经验的 包括最年轻的住院医师 包括我们的开刀房的助理等等的 那其他有5位呢是算是中等程度 就是大概比较资深一点的住院医师 但是还没办法独立进行手术的 那最后我们也找了11位是有经验 就是有独立做手术的医生 或是已经职业很久的医生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 所以对于建构效度来讲 我们就要去比较说到底我们系统给这12个Narvins的人操作 跟11个有经验的医师操作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能够有系统性的统计上的差异这样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结果 结果的部分这个是在讲伤口的部分 那这个很有趣就是因为大家看到说 这个排序其实是根据年支来排的 所以最后面这个是年支最久的医生这样子 那看到说这个越高的表示说它碰到的次数越多 或是时间越长是越不好 那橘色是训练前 然后蓝色是训练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都有很明显的降低 在训练后这个伤口的部分的问题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告诉他 或是没办法知道 所以他是真的有进步的 但是资深的人是不是真的就比较厉害呢 反而好像不见得真的就比之前的人来得好很多 那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过去没有这样的工具 可以去做这个方面的训练 所以就算你很资深 你可能也是用一些不是那么正确的方式来操作 这是有可能的 好 那再来就是针对一些比较细微的东西去分析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是稳定度的测试 就是我今天拿着一个器械 五秒钟不动的话 你会不会站抖 这样子 所以上面是这个没有经验的人 下面是有经验的医师 那实际上这边在效度测试上是没有办法pass 就是两个做起来的差异其实差不多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的不自觉的自主颤抖 那tremor的部分 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容易经由训练来改善 因为这跟我们的肌肉的颤抖是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就比方说你本人的特性 但是我可以知道你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那但是跟训练有关的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去碰触不同深度的球 那要花多少的时间才碰到它 那橘色一样是在做训练前 然后蓝色是训练后 那一样这边横轴就是它的经验的月份数 所以这边是经验越好 这边是经验越不好的 那他发现其实是有很明显的trend 就是在手眼协调方面 其实对于有经验医师来讲 他其实很快的就可以用我们的系统 去碰他想碰的地方 他不会觉得说这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对于说没有经验人来讲 他真的要花上很多时间才碰到他想碰的位置 所以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训练 然后再来就是讲到说 刚刚在画的圆圈 就是这个红色圈圈是真实的 我们guide line上面的圈圈的位置 这个绿色是表现最好的一位支撑组织医师所画出来 大家看到真的画得很好 几乎一模一样 但下面这就是一个之前的住院医师所画出来 整个都歪斜掉了 但他觉得他自己画的是正确的 所以练习前练进后 其实有稍微进步 还是没有改善太多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 那再来就是刚刚讲到说 用镊子去抓球的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技术不是很好的时候 在某些地方可能就会一直抓不到 一直抓不到 不断地尝试不同的深度去抓 就花很多的时间跟入境在这个地方 但是厉害的人都是怎么样 过去就抓到 过去就抓到 过去抓到就抓回来 一下就做完了 所以也是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来差异 那最后就讲说 如果说是同样一个人呢 就是我如果是在训练前训练后 是不是也看出很明显的进步 其实也是可以的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结果中 看得出来 这个训练前 它的曲线是歪七扭八的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它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弧形才对 但是训练后 这个其实只经过大概 一个小时左右的训练而已 它就已经可以变成像这样一个 算是蛮smooth的一个线条 所以进步的幅度是相当的明显 这个Z轴部分深度的判断也是好很多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 在这一年的过程中 我们又去完成了一个 算是比较严谨一点的user study 那去证明说我们的系统 是有它的效度存在的 那最后就是讲到 在训练的evaluation方面 这个是 也是大家如果对于这方面的训练 不见得是医疗的方面 其他的训练也是一样的 大部分会用的一个model 这个训练是不是真的有进步 那这个部分 在我们的训练中 这个评论是没有问题 是past的 那第二个就是 我必须要知道说 你做完之后训练是不是真的有进步 那这个部分 在我们的训练中 这个评论是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练习前练习后的比较上 也是看到统计上明显的差异 所以这部分也是没有问题 那但是最困难就是 接下来是transfer 我能不能够把这个VR训练的结果 AR训练结果 真的transfer到我们手术房的操作中 这部分我们还没有做到 但是大部分系统也都做不到 因为这真的很困难 那最后真正最难最难的部分就是说 那它是不是除了你变厉害之外 而且还真正能够改善手术后的结果 那譬如说我开得很厉害 你开得稍微差点 但最后我们两个病人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这样对病人来讲 其实就没有太大的改善的意义 但是如果连术后结果都会变得比较好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成就 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就大概总结 我们的目前的研究成果 大概做到这样的程度 那也证实了说 在AR方面对于医疗的应用来讲 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而且效果也是相当相当的好 比起过去我们用VR的方式 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控制器在操作的时候 这样的感觉是差异非常大的 那最后就是要谢谢我所有的团队成员 就是这个两年之中间 其实我之前一开始就讲过说 其实我不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程式设计师 而是希望说我能够做中间的桥梁 所以在这段期间 我们的实验室的硕士班学生 就是不断的加入 从一开始的两位三位到后来 可能最后总共是八位学生一起加入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所以他才有办法有机会可以实现 好所以这就是我的报告 好谢谢大家 现在是QA时间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没关系随便问 你好我想问的可能就跟AR不是那么相关 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手术中 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人的颤抖啊 这一类问题 那我好奇在白眼障手术中有类似 达文西手臂这一类的东西吗 目前白眼障手术还没有 但是视网膜手术已经有了 就是刚刚看到眼球结构的话 白眼障是属于比较靠近眼睛前面的部分 但是后面的视网膜 其实也有可能会需要进行手术 那时候的稳定度的需求 就非常非常高 因为那个视网膜的后度 大概是两个micron左右而已 更薄 所以现在英国的团队已经有做出一个 就是像也是像打电动一样 我去操纵一个摇杆 但是机器手臂就可以帮你移动到固定的位置 来做这个操作 所以是有的 但是还不是白眼障手术这样子 还有任何问题吗 请问一下 就是说带这个scope的人 万一他会晕 那个问题你们怎么克服 那晕眩的部分 其实就是VR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它的原因就来自于说 当你的不同的感官 得到的资讯是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晕 所以你看到的跟感觉的不一样 或是感觉跟看到不一样 或是两个完全都是互相冲突的话 都有可能会晕 那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frame rate 一定是要快一点的 就是这个更新率是要够快 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这个应用的模式的场景 跟打电动是不太一样 因为在操作显微手术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头是不会动的 那所以我们的萤幕其实是固定在这个地方 那这样子固定的情况下 其实就降低了很多会晕的成分 那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动作 是很慢很小的幅度的 所以在跟游戏的那种很大幅度 很快速的变化比起来 也是比较不容易晕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有做了调查 就是最后我们这28位使用者做完 其实大部分人在操作完一个小时之后 是没有明显感觉到很不舒服的晕这样 会可能一点点轻微的是会有 还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些 医师你好 我想刚刚那个研究真的非常厉害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别的医学领域 似乎也有类似这种 也是利用AR去做training的项目 那這些別的醫學領域的訓練 那這些跟你專長的眼科的手術的差別 大概就是差異在哪些 那你們有沒有想說再聯合其他的 就是你們台大其他的學科 來一起發展這個項目這樣子 謝謝 好 那先回答第一個部分就是 其他科有沒有做 有 這個做最多其實就是內視鏡手術相關的 就是做腹槍鏡打三個洞進去 然後做手術這種的 就是跟達文西類似的做法的這種手術 那在外科其實早就行之有年 國外也很大量的去用VR的訓練機在用 但是台灣目前是用的比較少一點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說第一個是scale的差別 那我們做的是在顯微下面的世界 所以應該講當時最早的一部分的原因 也是要參加比賽嘛 所以比賽或者做學術 你總不能做人家已經做過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出一個新的切入點 所以在顯微世界中其實有很多的挑戰 像你的眼睛的聚焦的聚合怎麼去做 那放大之後的這個scale 跟真實世界怎麼對在一起等等的 就很多技術的問題需要克服 所以我們在做的挑戰第一個就是顯微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其他的腹腔鏡或者是其他大的手術裡面 你一定要處理的一個問題就是你必須要有力回饋 才會感覺到真實 所以以前的腹腔鏡訓練其實都是用模型比較多 就是真的放個模型在裡面 你去講一下看去捏捏看 你就會有真的感覺 那就目前的技術來講 其實我們要做到這麼好的一個力回饋 其實是有困難的 那在眼睛上它的一個優點就是說 第一個剛剛講到它碰到的部分 其實沒有任何的感覺 那第二個是今天沒有提到 但是我們有做的是眼球本身的模型 我們有去做一個擬針的材料 所以你在操作在進出的時候 那個摩擦力跟那個彈性是有感覺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跟其他的醫療領域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至於說能不能跟其他科聯合 其實我也很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但是目前這個可能還是需要一個 比較high level 國家層級的一個政策來指導的話 可能比較有機會去做一個大規模的整合這樣子 謝謝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請說 就是因為是志工跟醫學 那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一定志工會遇到一些醫學上的問題 那如何在短時間內 然後做到有效的溝通 然後並做出這個儀器 嗯 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其實本來今天應該要講這個沒有時間提到的部分 在這個3月20號這個小組成立之前呢 其實你說這小組突然間要成立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之前其實我已經就是自發性的在實驗室裡面 有帶一個跟AR、VR相關的 meeting 所以我這個 meeting 大概已經帶了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他們算是我帶的第二屆的學生 第一屆就是那時候已經準備要畢業 那第二屆的學生 所以他們已經經過一年的時間大概去了解到這個部分 而且中間其實 其實一開始很挫折 因為職工系的學生並不是沒有能力去做醫療的題目 而是他們會覺得這東西很陌生很可怕 不要碰比較好 這樣子 所以跟他們講的時候他們可能很難去了解這個東西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第一個我帶 meeting 第二個是我們原來會有一些傳統的訓練設備 像一些模型之類的東西 我會帶到現場來讓他們去練習看看 讓他們親自去了解到說 這個東西到底操作起來什麼樣的感覺 那難度在什麼地方 那再來我也帶他們去我們的診所去 真的看一下說我們的手術過程 我們的行為鏡操作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等等的 所以其實算是過了一年多的磨合 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 所以才成均變成今天這樣的成果 但是其實最重要是前面那一年的投注這樣子 那我們就掌聲謝謝黃醫生 謝謝大家